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俊俊来了 由曾顺熙和李沁主演的 古装武侠剧《七夜雪》 已于10月9日在爱奇艺上线 这部剧在今年2月杀青 10月就上线了 速度真的挺快的 《七夜雪》一共36集 改编自苍月的同名小说 该书是著名的经典B1 Bad Ending 意思为结局是悲剧之作 同时也以武侠获得高人气 是许多网友心中排名 在金庸之后的武侠作家 可见其功力 而正因为《七夜雪》 原著是如此大IP的小说 也被网友贵求 希望不要魔改 这部剧开拍时 大多数网友都很满意选角 认为李沁和曾顺熙 都能完美笑话角色 加上导演群的强大 让网友唯一担心的 就只剩剧情的改编了 剧情讲述少年剑客或斩白 曾顺熙是 为了帮友人之子求要 结识了要是谷谷主 薛子叶 李沁是 八年间薛子叶多次未获斩白疗伤 两人从争风相对 到惺惺相惜 并渐渐爱上彼此 然而却因各自背负的责任 而无法表明心意 并在命运的捉弄下天人勇格 男主角曾顺熙 流量虽然没有无垒 王鹤地高 但这几年默默演了 很多古装剧和甜宠剧 评价都很不错 曾顺熙是最多作品 破八分的九十五声呢 我可能遇到了救星八点零分 终极笔记 八点一分 去年的莲花楼 更是冲破八点四分 莲花楼一番男主角是诚意 曾顺熙是二番 但也是戏份吃重的主要角色 大家都觉得 曾顺熙在莲花楼表现很好 也让曾顺熙人气大涨 随后和田锡薇的田耕剧 收拾虽然一般 但口碑也很好 豆瓣评分有七点四分呢 此次曾顺熙在 《七夜雪》中饰演或展白 是个天资过人的武林好手 顶间隔的八大名剑之一 为人正直善良 潇洒不羁 曾经暗恋师妹秋水音的她 为了她的孩子木儿 而到药尸骨求药 遇见了薛子叶 展开两人的一段缘分 曾顺熙算是95声中 挑戏眼光很好的一位 也是近年 被许多网友评选为的 新近代曝声 接下来还有和李怡桐 邓维的古装剧云秀行 以及合作白鹿的仙侠剧 林江仙 这部更是被于正评价 剥后必报 未来发展很被看好 女主角李沁是公认的高颜值 她的五官好看 几乎每一个看过 李沁作品的人都会肯定她美 难得的是李沁演技也不差 各种角色都能诠释 早在李沁出道时 就有好多人看好她会火 但直到现在 李沁的咖位还是有点尴尬 始终无法像童年的迪丽热巴 杨子那样往上窜 李沁有不少出圈的角色 像是楚桥传原纯 如意传寒相见 也演过庆余年这样的大豹剧 搭档的基本都是肖战 任嘉伦 张若云这样的人气男星 但他就是离大豹一直差一口气 近年李沁也开始转换赛道 尝试拓宽戏路 2023上半年 李沁主演的人生之路 梦中的那片海 追风者都是正剧题材 而且成绩都不错呢 热度都有 剧评也不差 此次在《七夜雪》中 李沁饰演薛子叶 又是家中被满门抄斩 在摩家村被救 历经摩家一族被灭食 被一位名为雪槐的男子保护 最后他倒要尸骨学医 并继任了谷主之位 然而雪槐却死在了保护他的那晚 成为薛子叶心中过不去的侃 后来遇见或斩白之后 在八年的相处下 他才渐渐放下过去 大家都夸赞李沁的扮相好看 一举一动真的像画中的古人一般 男二王弘毅 1999年的 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 大学军训期间 就因颜值火爆网络 也是近年窜起的新人演员 虽然已经演过不少剧 但都以配角居多 像是在于书星 丁雨昕月光变奏曲中 饰演书店店长小白 杨阳 赵露丝主演的 《且是天下中》 饰演修九荣等 让他大大出圈的 则是在杨子的长乡司里 饰演男四 赤水风龙 古装造型好看 受到不少网友称赞 王洪毅近两年 已成为暑期档热门艺人之一 外表俊朗的他 在金庸武侠世界里 饰演杨康 以并交深情 悲剧感强的形象 获得不少肯定 长相思两季 赤水风龙的角色 话题不算突出 但依然带来不少热度 此次在《七夜雪》中 饰演妙峰 妙峰本是楼兰皇室 在楼兰历经灭族时 被魔教教王救下 成为教王的贴身护卫 和冷血杀手 在认识薛子业后 因过去的是被打洞 而决定离开魔教 成为要尸骨的医者 活出新的自己 并喜欢薛子业 接下来王洪毅 还会出现在 唐烟 刘学义的仙侠剧 《念无双》 以及《卢玉小》 王子齐的榜上嘉绪中 都是作为男二号登场 每次古装路透 都让大家觉得惊艳 男三陈浩森 此前曾因刻在 我心里的名字 张家翰被大家熟知 此次在《七夜雪》中饰演童 他曾是薛子业又是玩伴 是魔家一族的幸存者 当年为了救薛子业 而暴露自己天生妖童的超能力 被族人排斥并囚禁折磨 后来被魔教教王带走 并封闭记忆 成为冷血的杀人机器 《七夜雪》让人 十分期待的原因之一 便是因为导演为 莲花楼的导演任海涛 搭配花千古的导演梁胜泉 共同指导 而这也是任海涛 和曾顺希的二大合作 《七夜雪》的成功 众人有目共睹 配上几位演员们的实力 让《七夜雪》的期待值 快速飙升 《七夜雪》的原著小说 主打一个虐翻读者 因此剧的仙导片 也逼一感满满 正因如此 悲剧美学 也是他的看点之一 不少原著粉表示 当初看书时 就哭了好几次 如今唯美的画面 配上动人的音乐 再加上演员们的诠释 预计会成为影视剧中的 古装悲剧代表之一 霍展白 曾顺希氏 和薛子叶 李庆氏 各有复杂的过去 在被就是纠缠的同时 两人相遇 并在相处中 逐渐打动彼此 过程中是对彼此的救赎 也是自我的解脱 对彼此来说 他们的感情是惺惺相惜 相互依靠救赎 《七夜雪》从开拍 就备受期待的另一原因 就是充满雪景的悲凉感 从仙导片 我们能看到《七夜雪》的场景 大部分在漫天大雪下拍摄 男女主一袭白衣 既清冷又温柔 在茫茫白雪的衬托下 无论是鲜血 还是刀光剑影 更加清晰 将B1的悲凉感打造极致 而剧组也是专门 跑到新疆去拍的 全是实景 不是绿幕哦 可谓是每一帧镜头 都十分用心 《七夜雪》另一大看点 便是一女三男的感情拉扯 还都是高颜值帅哥 其实《七夜雪》原著中 女主身边有三位男子 和她有感情上的牵扯 除了男主或展白 曾顺西氏之外 还有杀手妙峰 王红义氏 何彤 陈浩森氏 不过因为援助男主的部分不多 影视化后有稍作修改 增加了男主的戏份 及弱化其他的感情线 将主要感情聚焦在 《霍展白》 《曾顺西氏》 和《薛子叶》 《李沁氏》 《身上》 虽然每条线不见得都是爱情 可是几位角色 都对男女主的选择 和使命达到一定的影响 《七夜雪》首播四集 画面质感真的很美 不愧是剧组专程辗转新疆阿拉泰地区 喀纳斯 吉木乃 白哈巴等多地十地取景拍摄的 《真雪景》拍的就是不一样 随便截屏都是最美的 意境深远 构图留白 最简单大气的配色 最美的真实朴素 给人的震撼远是后期特效不能达到的 所以每一帧都很美 像一幅水墨画 新疆石景拍摄 加上精致的B美学 效果看起来是十分出彩的 男女主的服装造型 以及至景方面的审美都还是很在线 至景有着中式美学格调 专门搭建了契合女主薛子叶风格的药师古建筑 雪景 梅花 阴晕的药香 清冷僻静的居处 与一位清冷孤绝的女主人薛子叶 相得一张 配乐也很唯美古风 滤镜也不奇奇怪怪 没有过度磨皮 看起来很真实 李倩一如既往的美 曾顺兮演这种少年侠客人设 适配度很高 开头第一集曾顺兮和叶祖新的打戏 也能看出来很用心 下了功夫 不是那种靠特效了失的武侠 是实打实一招一招的武侠风 剧情还原度还是很高的 节奏不算慢 第一集就交代了两人相识的背景 但也有一些网友吐槽节奏慢 俊俊不得不说苍月的小说 好像都有这个问题 目前已经影视化的《听雪楼》 《镜双城》《玉谷窑》 都有这个问题 小说已经很美 文字传递出来的想象空间很大 但情节整体而言 没有那么丰富 小说篇幅的体量 不够填满电视剧的长度 所以剧情上 就没有那么爽点满满 《七夜雪》适合静下心来慢慢看 如果喜欢快节奏 爽剧的可能就不太适合 总体而言 俊俊觉得《七夜雪》还是值得一追的 好了 屏幕前的小伙伴有在追着步的吗 快来评论区分享你的追剧感受吧